他們今天在台灣 權力比玉山還要高 他們手上的金錢 比台灣海峽還要深 不用奧波 不配選舉 多麼可憐的一個政黨 我在高雄 最近形象 因為選舉接近五五波 我的形象 好的不得了 民進黨 害怕高雄選情變成五五波 所以一直啊 幫我增加了很多榮譽感 幫我戴了很多的帽子 又怕我頭髮太少 我現在是 黑道 我是色情狂 我是菜蟲 我是流氓 馬上我是殺人狂 一場選舉 又必要搞成這個樣子嗎 民主進步黨 從中央到地方執政 有這麼多這麼多的資源 他們今天在台灣 權力比玉山還要高 他們手上的金錢 比台灣海峽還要深 他們有兩條路的選擇 第一 發自內心 為台灣人民 摩求最大的福祉 讓人民過好日子 讓人民安居樂業 第二 搞鬥爭 鬼扯蛋 貪污腐敗 選舉到尾 直接把對手抹黑 他們藏過了太多的甜頭 不用奧崩 不被選舉 多麼可憐的一個政黨 我真的覺得 民進黨對不起台灣人 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你有兩個選擇 你可以選擇做威做腐 你也可以選擇做牛做馬 為什麼一個這麼大的執政黨 會走向這樣子一個墮落之路的權利 讓他們傲慢 高雄人民很善良 在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道路上 始終覺得 對民進黨有一份比較深厚的情感 高雄市給他執政了20年 高雄縣33年 一樣經濟是一塌糊 跟大家報告 高雄人民已經覺醒了 今年他們會用選票證明 差勁的政黨 惡劣政黨 必須下台